大家好 第二位是侯智哥 大家好 第三位是國務員 大家好 大家可能會開始猜 今天是這樣的組合 代表我們要討論什麼 吃的啊 吃的 玩的 喝的 沒有啦 亂搶 可能就有一些 這個 離奇 鬼怪的事情 今天下午有一個醉心 說 那個 什麼韓國瑜 立委自己遲到了 韓國瑜在那邊 什麼急著要下班啊 又是又開始黑寒了這樣 那個是 本來規定就是這個樣子 你等一下留點時間 我慢慢講 好不好 都不好留點時間 我講一題 但你要講個 講淺顯易 好懂 淺顯易懂 我怕觀眾會說 當然 什麼啦 當然 我只是覺得韓國瑜在那個 比如他在唱名的時候 已經故意放慢了 而且他一直嘆氣 唉 這奇怪啦 韓國瑜以前之前在高雄的時候 被人家老師抓說 上班太晚到 那現在講人家 遲到又不行了 他做出來 然後現在要講人家說 反正他找到 他就說他感覺就很久 現在變成是遲到的人在靠北 對啊 變成遲到的人 然後那個 那個 對韓不友善的人 就會講說 哇 韓國瑜出大包什麼的 而且重點是韓國瑜沒下班 韓國瑜後來就看電梯 現在已經好多了 電梯之前大弄成真恐怖 那時候很多人都不敢坐 不是 你不坐不行 問題是他真的就是 就是 不是 你樓層沒那麼高就不坐 不是 開門真的就是開到一半 一個是會下去 一個開門就開到一半 其實開一半的那一次 那個趙天穎從裡面出來 其實這很恐怖 開一半好幾次 不是一次 問題是你沒有千斤頂 不要隨便爬出來 對啊 那其實很危險 沒有千斤頂敢爬出來 這就把人真的好趕 國外是發生過 直接把那個人斬掉 對對對 因為電腦會感應到 你裡面的重量不一樣 他可能就變正常了 對啊 那個很恐怖 大家有興趣的話 去查那個 電梯斬首 就可以看到好多那種 人一半再夾在裡面的 對啊 因為我有遇過一次 這樣爬出來 我就說 你沒 卡到羅民財 因為一般的都會很早就去等 那今天 可是為什麼我聽到的是2點 2點10分的時候 那個 陳廷飛才去改他書面 應該沒有 不是 或許他 那時候東西才送到 剛剛早上就確定 他們回報他2點10分改書面 然後通知羅民財說是2點20分去改 所以羅民財根本也來不及 羅民財才被迫要改成書面 陳廷飛那邊的想法是說 他本來是上午就要直舉 結果是韓國瑜那邊要去接待外賓 所以上午沒有空 所以他下午改成書面 他就改成書面 他就是最後改成書面 只是說他意思他是被迫的 對 對 可是我覺得後面抗議的人 真的就表到了他前面的 表到改成書面的人 是啊 對啊 而且 陳廷飛他現在的想法 就說我上午就講 我說我要改書面 那反正就是 他意思就是意識人員的錯 但是問題是 問題是不管怎麼樣 就是說你洪森翰 你只要找到那個現場 後面的事情都不會發生 不是按照規矩就是 你至少要提早2號到吧 李論上是 早1號是正常 早1號是最基本的 正常是早1號 因為質詢的時間那麼長 我記得意識書不是會打電話告訴你說 不會不會 你自己辦公室看 比如說我現在看到 我現在看電視 助理要看 老闆你下一個是你 不是 因為你委員要不來是你的權利 意識書沒有道理去催你 對啊 委員不想來你 有些不忙的 他會提早2 3個就來了 如果很忙的就是 比如說常常 對找一個 衝過去 而且會聽一下說別人問什麼 尤其是 對啊 我只是覺得把這個事情鬧得那麼大的人真的很蠢 因為你就是害到所有改書面的人 因為他現在的狀況是他後面的全部都是綠的 這條銷都算他的 所以他一定要出來跳 不然的話就變成說 他後面那一整排綠的都沒有質詢到 可是現在更尷尬的是說 他們現在說如果要找各團總召協商 你柯建民要在這個事情上面欠韓國一次人情嗎 對不對 協商你就欠我一次人情 我發現最近要黑韓國瑜真的是 最後結論就是自表 沒有韓國瑜很簡單 他週外來坐在旁邊不會服飾行 對啊 週外來會提醒他 而且他們最好笑的 他們今天下午開記者會罵他的時候就是說 週外來同意你這樣做嗎 我有問了 我覺得就是做外來 我有問了 我覺得就是做外來要他這樣做的吧 ok啊 小錢嘛好玩嘛 是不是 只是放在裡面這樣子 十股那些手續費扣完剩多少啊 對不起 現在零股手續費十塊錢 統一嗎 yes 真的喔 我還以為你買了一張台積電 結果是買了十五台積電 台積電已經有固定的不需要再買了 接下來請你為了說記者很爛 那個鄭重的澄清一下 啊對不起 記者一點都不在 我絕對是考慕我自己自掌嘴巴 但我相信聊天室可能會說你 你講得很好 欸這個有guts欸 在滿棟大樓都是記者 對滿棟大樓 我們樓上的記者 一人推個口水應該可以進去 我跟你講外面已經有上司群在 那個聖盆外面了 誰 誰說的 欸立遠是不是開始漲了 好像比之前漲 好像有回來一點 還好之前買夠多 哎唷 215 0.215 0.215 最低啊 最低的時候 21 之前是0.210 21 所以215啊 所以已經漲回來了 那漲回來了 但也還好啦 如果我們換沒有多少 其實也差不了多少 你沒有換到幾百萬 那根本都沒有差 對啊 我最氣的就是 前幾年有一次太豬很便宜 然後我就 欸是哪個銀行 0.8吧 富邦吧 最低的時候 就是回到10年前這樣子啊 1塊錢可以換1.2塊錢 然後我就買了不少 然後我就想嘿嘿嘿 我就之後去問 結果後來我才知道 富邦是可以買 但不能領 就不能 他沒有現鈔啦 所以你只能再換回去台幣這樣 對 然後就像這樣子 欸 玩個屁啊 欸如果大家最近手上 有歐元的 跟英鎊的 都在相對高點喔 就會把它換成台幣 讓自己賺點匯差 5339嘛齁 好 謝謝 我還認真研究 說能不能匯到哪邊 領出來什麼的 後來發現都不行 下次我跟你講 你匯給我太太 富邦的太豬可以匯給你嗎 外賓是可以匯款嗎 你只要 同樣是富邦的帳號 假設我有 你就要付一個匯費啦 然後匯到別的銀行 可是你也領不出太豬來啊 你匯到台銀 譬如說有台銀你匯給我 我可以匯到不同的銀行 可以啊 真的啊 可以啊 匯到台銀給我 然後我再給你 直到他的匯費會比 那個 有時候比你的金額還要貴 匯比台幣貴啦 匯費比較貴 不用了啦 沒有啦因為是一點點就不用了 如果你有 就是要試試看問問看 你有有一定的數字 如果有幾萬塊錢 就可以這樣做 後來我是直接全部換成日元的 你知道我去歐洲玩的時候 最好笑 火車霧點 英國國鐵 退了一張支票給我 哦 對 然後呢 他的那個支票呢 一塊歐元 不是一百多塊歐元 一百一十五塊歐元 退給我 可是我如果把那張支票啊 他從那邊寄來到台灣給我 從英國 可是如果把這張支票在台灣對割 是啊 現在變成是蔡依林了 人家還要跟隨時代轉變 我這幾天看新聞喔 害我一直想要吃牛肉麵 跟丹丹的麵線 我覺得丹丹最好吃的其實是麵線而已 對啊 你有吃過他新的那個米糕嗎 那一條 沒有 他是一個米糕耶 沒有 他一條是黑黑的那個米糕 聽說很好吃啊 下次回去 再吃清明節回去吃 你可以點一下他那個米糕 我本來想說 因為他四樣裡面有一個是米糕 他說米糕不是應該要晚成的嗎 就他說那一條黑黑的 我是米糕這樣 我覺得丹丹的東西就還好 他主要就是小狗狗 對 我以前常被罵 因為我每次去高雄台南玩的時候 我一定會有一餐 會吃那個丹丹 我朋友就說 高雄就算了 到台南那麼多吃的 還跑去吃丹丹 就是這樣 他說那麼多好吃的 然後一堆米其林的 你還浪費一餐吃丹丹 我就說儀式改嘛 不過後來我也改了啦 確實就是 先吃什麼米其林啊 必比丹丹 人都會有這種 像我坐火車我一定要吃火車便當 我後來不吃 因為 因為現在澱粉要節制 所以我就不會浪費在火車便當上面 可是台鐵的那個排骨 滷排骨真的是太好吃了 很好吃啊 而且其實不容易買得到 其實台鐵每一站的味道都不一樣 10點賣開始賣 11點賣完 不容易買得到啊 沒錯 他們吃到金的還要吃是 是哪一個廠 對 因為每個廠的 裡面的東西不太一樣 每一站的味道都不太一樣 甚至不是滷排骨耶 對 但是你要吃一定要吃到滷排骨啊 不是有些是有粉的 有些是沒粉的 都是滷的 有些是有粉的 有些是沒有粉的 他們做法不太一樣 應該沒有粉的比較好吧 有粉的比較好吃 有粉的 然後我個人認為 他是滷的比較好吃 沒有他意思是說 有裹粉再去滷的會比較好吃 一般都是這樣啊 如果沒有裹粉的話 那個滷起來就 就是一般的 對 就是一般的排骨去滷 但是你裹了粉再去滷 他就是炸過的時候再去滷 然後再去滷 我跟你講 台鐵便當 要配菜是 那個豆皮的才會好吃 配菜是火腿通常都不好吃 對 哈哈 他們好像是 每個地方有不同的廠商啦 有八肚的 有樹林的 聊天師真的很認真在聊那個 麵線跟飲料 茶的魔手我真的看到我都會買 我真的覺得他沒有到 武堂說很 很甜這樣 不會得罪人啊 但是我是講 我自己 是半個台南人 女婿嘛 他們一開始真的很喜歡喝茶